你是不是已经退休了,或者即将退休了,不知可有计划在退休后提高晚年的收入吗? 今天我们就走入这位来自喜兰儿巴生的老人的故事吧! 这68岁的老人是因为兴契而收藏了大约50枚的旧钱币,而他也通过转让旧钞给其他收藏者,重重来增加收入,他说有些钱币收藏者愿意高价来获取旧钞币,收纳作为他们的收藏品或者再转让,这是东方日报和Sinaharian报章的报道。 的确没错,退休后的生活也需要一些收入,同时也可以让退休的我们有些工作来打发时间,所以钱币收藏就是适合给退休人士,对吗? 这也难怪小猫频道的观众年龄45岁以上是占了6成以上。 好了,既然钱币收藏是不错又可以增加收入的爱好,那我们又可以从那里开始着手呢? 首先你必须有本参考书来当你的师傅,参考书里有根据一些细节来欺分不同钞票的价值,书中的钱币资料有材质,资金厚度以及发型量等等。 如果不买这参考书可以吗?毕竟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要开始。 当然可以啦,毕竟看书是很闷的事情,不是吗?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小猫探店频道,同时也把小叮当度下去。 小猫探店这里有347个钱币视频,这347个钱币视频中有些也有参考书的详细记录,同时我也把当时的一些市场上的售价也上报。 懂了钱币,接下来就要懂品项。 在钱币界收藏里是一分品项一分价钱。 我还记得有位前辈说,前薪的钞票一折后,价钱最少要打五折,所以在你不懂的品项前,请不要因为便宜而触手。 你有可能就买贵或者买错了。 目前市场上的新卖家特别多,品项坚定功利也可能没那么好而误判了。 再加上新人对品项错误的认知是,白白的钞票就是美。 所以有一部分的人就把这肮脏的钞票拿去冲凉洗白白。 曾经有个收藏者因为不懂看品项,花了几万零级来买洗白白的钞票,之后要出让就被很多买家压价。 可见品项是多么的重要呀。 如果你没时间学习品项,你大可找已经评级好的钞票,当然这些评级钞的价钱会比较贵。 毕竟是这些钞票都要付评级费,而这评级钞的分数越高,也意味着价钱也更高。 就如我刚讲的,一分品项,一分价钱。 懂了钱币,懂了品项,那我们就要找钱币了。 我们只是刚开始要学习收藏,所以最好找一些不需要花钱的管道,对吗? 那就如我刚开始收藏一样,我就找家里的老人问一问。 如果有,那就最好不过了。 但是没有,无所谓。 接下来我们就从朋友中,或者流通市场找一找吧。 如果还是找不到,那只能钱找钱吧。 最后还是忠告大家,收藏只是兴趣,不是压力。 如果你觉得压力,不必要冷静的反思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